那邊有間壽司店 今晚就吃壽司 我吃都很久 你吃不吃 請問你想吃什麼 你發瘋 沒問題交給我 我是區內數一數二的創意壽司師傅 交給我 你一定很滿意的 請不出我的最新力作 魚骨刺身 和活魚三色壽司 快點吃 很新鮮 你看看魚 我有點事要先走 拜拜 不知道他有什麼事這麼急 這次我們決定做壽司狼的特輯 試完主餐牌內所有12元的食物 除了主餐牌之後 其實每月還有些不同的推廣 但我們這次沒有試 目前壽司狼在香港已經有4間分店 聽聞遲些在樂府會再開一間新店 既然要去幾遲 所以我們就決定去完4間分店 看看有沒有什麼分別 其實本身想用它的APP定位 但真的很難做到 每一間每一日都是爆滿 而且我覺得他們的APP不太好用 要逐一輪才看到有沒有位 如果造成有力設計就好了 一眼就可以看到哪一日有哪一日沒有 對我們來說我好用很多 因為反正都是沒有 我不用浪費我的時間在這裡每一天都按 每一天都會憤怒很多 好會啦 好會生氣 我們最後都是決定直接拿票排隊 可以在youtube直播看到要排多久 以及喊到多少號 比較少人的時段是下午3點左右 我們4次都是這個時段去 下20-30分鐘左右 但如果繁忙時間的話可以排到2小時以上 非常誇張 我等不到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那2小時要做些什麼才好 用餐時間60分鐘 一坐下店員就會問你是否第一次來 如果是第一次來的話 店員會很詳細地跟你解釋東西的擺放位置 有提供到三款調味 而這支我們問了店員 他說是甜一點稠一點 然後芥末會在你面前快速經過 你一定要撐準 對了 好 在開始逐件說壽司之前 首先說了壽司飯方面 因為每件的飯都差不多 我覺得飯的調味可以 吃得到少少酸味 但又不會過酸 但他比較黏 他罵他 哈哈哈哈 他黏的 哈哈哈哈 不過不知道為何夾起來 又會很容易散 總之他的設計不是黏著飯 是黏著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們試了很多軍藍壽司 都覺得紫菜比較韌 正式開始 12元的吞拿魚 不計小卷的話有4款 吞拿魚肉質也挺厚 他又不算很腥 長期吞拿魚這件不是每間都有 我們第三次去到荔枝角分店才有 真的其間限定 哈哈哈哈 每間是不同的 雖然其貌不揚 切得也挺醜 哈哈哈哈 但味道也可以 另外兩款是軍藍 分別是蔥花吞拿魚軍藍 和吞拿魚沙律軍藍 軍藍來說 料都比得多 他的吞拿魚也挺鮮甜 吞拿魚沙律軍藍就像自己家裡包的味道 如果怕吃魚生的話可以選擇這一款 蝦壽司有12款 超級多選擇 很適合我們 哈哈哈哈 甜蝦壽司每件只有兩隻甜蝦 味道比較淡 比較普通 軍藍的甜蝦比較多 但他的沙律醬比較重 好酸 嗯 不過壽司狼的沙律醬 我覺得不太適合我們的口味 我們喜歡偏甜一點 但他偏酸一點 而且很鹹 熟蝦不會像紫薄 有一點厚度 我覺得熟蝦 通常真的沒有味 他這個也算有一點點味 可能因為我們喜歡吃牛油果 所以我覺得牛油果熟蝦比較好吃 好酸一點 這件的炸蝦雖然已經不太脆 但裡面包了些肉籽 再加上牛油果和蟹籽 口感很豐富 都蠻好吃 又大件 赤蝦都很厚肉 有想像中的鮮味 爽口得帶微微黏黏的口感 我都蠻喜歡 刺身蝦類似斜蝦 不過沒有那麼大隻 但也是值得吃之選 因為他有兩件 本身餐牌上是有麻辣斜蝦 但現在沒有了 變成香蔥斜蝦 明明改了菜單也不說 搞到我們找到 本身已經有沙拉醬和醬汁 非常濃味 赤小蝦壽司有三款 赤小赤蝦的味道不太新鮮 應該是個別情況 因為其他都沒有 就算不算新鮮程度 只是講味道 我都覺得原本吃赤蝦好吃 假髮也一般 假髮很乾 這個也燒得蠻香 但芝士和蝦就沒什麼特別 不知道為什麼吃起來有披薩味 接下來是12款蝦裡面的最後一款 也是我們最推薦的一款 鮮蝦天婦羅 因為是新鮮炸器 非常脆 重點是由頭到尾都有蝦 很高分 5分 獎色鼓勵 有9款三文魚 三文魚壽司很正常 沒有特別好吃又沒有特別不好味 我好不喜歡它兩件壽司上 就這樣放一坨 它是...叫你自行處理 我好不喜歡 不過弄完不行嗎 洋蔥是生的 所以也有點辣 隻燒三文魚腩比較薄了 但也有隻燒的香味 蘿蔔蓉隻燒三文魚腩很特別 我好像是第一次這樣吃 嗯 蘿蔔蓉可以平衡到隻燒三文魚的油味 吃起來很清新 隻燒芝士三文魚的芝士味和沙律味都很重 而隻燒羅辣三文魚也是有芝士 不過再加了少少落辣在上面 這兩款都是每碟一件 隻燒鹽味三文魚它是會咬到一粒粒的鹽 我覺得也挺大到三文魚的鮮味 而甜落味噌是甜甜的 想不到有多好味 最後是三半三文魚軍艦 好像平時涼拌白爪魚的醬汁 普普通通 下集我們講完吞拿魚、蝦和三文魚壽司 下集我們會繼續講其他壽司、熱食和甜品 我們還偷偷點了一個不是12元的甜品 約定你,下集見,拜拜! 拜拜! 好多謝大家看完這條片 有關這條片的資料 可以在下面的包包找到 如果想看更多影片的話 就記得訂閱我們 還有叫隔壁的錶 拜拜!